OK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一个简单的NFS伺服器分享 而这个NFS伺服器分享的行为跟过程 我们把它分开来两个 首先我在这个DEMO这一台 虚拟机上做伺服器 挂载的时候用这台DEMO2来给它挂 我先把DEMO2收起来 Main page等一下在这里看 这是我的实体机 挂载的行为刚刚讲过 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现在想要针对我想要做的分享目录 去进行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到哪里 通常在档案系统的规划上 我们会希望你做到这里SRV目录 比如说这是王爷伺服器的目录 这是什么下载的目录 这里面放什么上传 这先等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种范例 比如说在SRV里面 做一个download目录 那我为了示范给你看 所以我CD到SRV 在SRV上做一个目录 它是这两个 MacDIR 做个叫做NFS的目录 目录的权限要不要特别 那我问你 通常我们基本上分享的标的物 不要有特殊权限 但是像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就很特别 这个范例是 为了让Jimmy 以及Manager群组 可以来管理这个网页目录的时候 特别做的一种权限 你看它的权限是RWX 所有权限可读可写可执行 跟RWS加上SGID 它让Manager目录 可以Manager群组可以进到这个目录 去做所有的事情 而且所做出来的档案 它的群组身份都是Manager 事情是这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NFS 我现在对它有什么期望 没有 我只是一个正常的分享 我希望将某些档案丢进去 可以让人家看到 我这里有分享 我这里有什么档案可以丢的呢 好吧 那我就 顺便 随便丢一个档案 随便丢个档案 这边有个档案 随便丢 咚 丢 丢进来 这边有个档案叫做Poster Log 很多人在 转移目录 或者改变目录内容的时候 丢档案的时候 的问题 在于 你习惯用Windows的方式直接丢 但是 我要提醒你 如果有一天 遇到SE Linux的问题 你最好用Copy 然后再贴上 这里有两个档案 一个叫做Poster Log 一个叫做Install Log Syslog 好 这两个好了 这是伺服器 然后呢 在伺服器的设定上 回到头影片 NFS伺服器主态的过程 基本上很简单 只有两个动作 我们刚刚解释过 NFS伺服器 连线过程中 需要透过PoleMapper 那 只要 基本上现在的伺服器 只有第六版来说 开机时 PoleMapper 已经自动启动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现在的问题 应该是 当我在 使用 这个NFS Server 主态的过程中 我先编辑 我的UTCX Port 这是我的 伺服器主设定档 接着 我重开 NFS的服务 Service NFS Restart 或者 你可以透过 这个 Export FS 这个指令 Export FS 这个指令 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指令 因为 它可以用 DashR 帮助你在 你没有 不需要 重开机的状况 重开伺服器的状况下 去将 NFS的 一些 分享的参数 或是分享的对象 做一些修改 这是好事 为什么 我们要分成 Export FS DashR 或者是 Service NFS Restart 这两种状况 你想想看 NFS 伺服器要负责 很多 很多的 網路的 檔案的交换 它有可能 进 有可能出 有可能写 有可能读 你也可以在这上面 如果你有权限的话 MKD 干嘛都可以 如果你在传个大档案 然后结果 管理员把 NFS伺服器重开 你会哭 你就哭了 对不对 所以Service NFS Restart 这个动作 虽然好用 但是它会不会 切断一些 档案的 连线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了不打扰 NFS伺服器 现有继承的连线 我们才会 做出一个 这个叫做 Export FS-R 的这种做法 它可以在 不断线的状况下 更新 伺服器的 一些设定禅数 好 但是不一定是 所有的东西 都 可以这样做 尤其我们 等一下做到 进阶设定的时候 如果 谈到一些 比较重要的禅数 它很可能 需要重开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用Export FS-R 但是用 另外一个 重点是 很多人并没有 教到或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 讲一下 ETC-Export 这个档案的 格式跟内容 是属于 比较简单的 是 人类管理员 所写的 你只需要 把它的重点 也就是它的 主要的参数 设上去 就可以 然后 而 ETC-Export 这里面的东西 并不会 直接被 伺服器拿来用 它会被 转换 will be converted 转换 to 变成 VAR-Lib NFSE Table 这个地方 这个档案的 特性就是 它是一个 完整的 伺服器设定版本 它里面的 参数 会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把 伺服器设定的 预设值 全部都 丢上来 所以 如果我们只讲 单纯的 简单的 NFS 伺服器设定 复习一次 就是改设定档 重开 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 是它自己 帮你做完的 好 所以我拉回来 到虚拟机上 我开放了一个 NFS的目录 我还没有让人家上传 我只让人家下载 所以 这个时候 我就要编辑的对象 是 ETC目录 好 同时 你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过程 VAR LIB NFS 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 你看这里有个 ETABLE 在一个没有经过 设定的伺服器上 ETABLE 是全白的 没有大小 好 现在没有大小 所以我等一下 我编辑完 设定档之后 重新启动伺服器 当它的登记上来 这一个 ETABLE 就会有东西了 好 看一下 现在我 VI 编辑的是 Exports 好啦 它是一个全白的档案 所以也是都是一样 正常来讲 你只要装 装了 Linux NFS 这部分零组件 都是正常就装好的 你不需要特别装 Y1的其他的东西 MAN5 Exports OK 这是 MainPage 请你千万记得 你学的是 Linux MainPage 对这种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The file ETC Exports contains a table of local physical file system on an NFS system that are accessible to NFS client 它里面内含一个连结的 本地的实体档案系统的对照表 在伺服器上 NFS伺服器上 是 而且它登记了 可以被哪些NFS客户端所连接 The contents of the file are maintained by the server system administrator 这内容是由系统的管理员来管理 每一个档案系统在这个表上 它有一连串的客户端的列表 这个表会被这个指令 看到没 转换成 刚刚那个档案 我刚刚给你看的 ETABLE 然后 才会 才会把资讯 交 透过那个ETABLE 交给MountD 它的格式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边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看 就是 我们等一下它的基本的格式就是 最左边是 档案分享的目录 接着是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的列表 的后面 会立刻 each listed client 每一个列出来的客户端 maybe immediately 可以被你 立刻的在后面加个小括弧 parasicized comma separated 也就是什么 用逗点分隔 来做的挂载参数列表 好 而且在这中间 小括弧跟客户端名称中间 不可以有空白键 同时 我们看man page 很容易忽略这一段 each line may have one or more specification for default option 它的基本挂载参数 会有一个以上的 你也可以加 加上dash follow 什么的 对不起 不用管 空白行 会被忽略 警号开头的行 也被 会被视为注解 所以 entries may be continued across one new line 你可以用 反写号 来进行 下一行跟上一行的连结 也就是一个 新行符号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 反写号 把一个很长的描述 分成好几行来写 这个在设定时 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 好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客户端可以支援的 写法有哪些 第一种叫做单一主机 第二种叫做网络群组 第三种叫做万用支援 第四种叫做IP网络 来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所分享出来的目录是 srv nfs 我的客户端的来源可以来自于192.168.0.1 像这样的过程 我可以这样写 然后呢 后面加上它的挂载参数 挂载参数这边有所谓的同步 或者是非同步 sync 然后呢 可读写 我像这样 这就是一个表达 看到没 可是你说我老师我后面还有空间 我可以继续写写 是了你可以继续写下一个 好 你可以继续写下一个 单一主机可以用主机名称 也可以用IP位置 前提是你必须要保障 保证 你写的主机名称 是可以被反解解析的 因为nfs 在mountD 应该是mountD 在收到来源的时候 会进行nfs的反解 如果反解失败 就不用提了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做好这样的过程 这是第一个 对三号机 如果你想要用反斜线 Enter 你可以用空格 空过来 第二个 网络群组是NIS的网络群组 它常常的写法是这样 好 比如说有个群组叫做teacher的群组 这个teacher的群组呢 它是可读写的 它是维读的 它是维读的 它是同步的 维读啊 同步啊 这都是我们以后会教 这个在 在之前你应该就知道 第三种 等一下 上面要加那个反解号 第三种 叫做wildcard wildcard可以被你做成这样 信号.example.com 当然这些名称 是能够被解析的 把sync 分号 分开来 第四个 你可以把它写成 192.168.0.0 斜线24 像这样的写法 它是可读写的 它是非同步的 OK 所以SRVNFS 这是挂在分享的点 然后后面这些 都是可以写的客户端的状况 这样子我希望你对 基本的设定 可以写的写法 有一点了解 好 那我现在 要为这边所留下来的 应该只有最后一行 好 在实务上是这样 所以我把这都杠掉 然后在前面 加我的分享目录 SRV MFS OK 这样就OK了 我伺服器写完 写完设定档 再看一下 写完设定档 这里 NFS 这里 没有东西哦 我把伺服器开开 Service NFS Start 一旦启动之后 再看etable etable里面就有东西了 可以吗 好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下etable里面的东西 你就可以用这个 顺便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参数列表 也许这些参数你不用写 它帮你做 好 重点在 你不用急着写 它帮你做 但它帮你做完之后 这边就OK 表示你的NFS伺服器已经开了 你也可以从外面找人 去对你做RPC Info 看到呗 这边已经出现了 MountD的Paw 是乱七八糟的 NFS2049 这样伺服器就已经OK了